世界上蒙古族有一千多万人 主要分布在中国和蒙古两个国家 其中350万人生活在蒙古 600多万生活在中国 蒙古语是中蒙两国蒙古族共同的母语 两国蒙古语唯一的区别是字母不同 中国的蒙古语主要使用 回乎字母书写 然而蒙古国却使用西里尔字母 也被称为俄语字母书写 蒙古国的前身是外蒙古 外蒙古在清朝时期也是中国的一部分 外蒙古和内蒙古一样 都是用回乎字母拼写 从1912年到1921年 外蒙古在俄国的支持下宣布独立 受俄罗斯文化的强烈影响 蒙古国逐渐使用西里尔字母 俄语字母书写本民族的语言文字 1946年蒙古独立得到承认后 蒙古国废除了使用800年的回乎字母 全面使用西里尔字母拼写 除了西里尔蒙古语之外 俄语标牌在蒙古的街道上随处可见 1991年苏联解体后 俄罗斯的影响力下降 蒙古在外交上不再为俄罗斯马首实战 而且蒙古国力图回归文化传统 其中的重要一步就是逐渐在蒙古国普及传统蒙文 回乎字母 从1991年2020年 蒙古国开启了一系列措施 在政府公文中使用传统蒙文并逐步推广 2020年3月18日 蒙古国正式通过蒙古文字大纲 决定在2025年 确立传统蒙古文的官方文字地位 如果蒙古国使用的蒙古语 回归传统书写方式 蒙古国将和中国内蒙古实现语言完全相通 那么蒙古为什么会受到俄罗斯影响 使用西里尔字母 蒙古国为什么要恢复传统回归字母呢 世界上前三大书写字母是拉丁字母 阿拉伯字母和西里尔字母 拉丁字母流行于西欧以及美洲地区 西里尔字母主要流行于俄罗斯 以及受俄罗斯影响的国家 回归字母虽然在世界的使用人口不如西里尔字母 但回归字母的诞生却要早于西里尔字母 回归字母诞生于中亚地区 关于回归字母的诞生众说纷纭 根据主流学术研究显示 回归字母的诞生是苏特字母 伊朗语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公元前十世纪开始 中亚地区最早的居民是波斯人的远清苏特人 从公元前七世纪到公元前五世纪时期 苏特人在中亚定居 主要从事农牧业 公元一世纪时期 苏特人在借鉴古代西亚字母的基础上 创立了自己的字母 苏特字母 此时 随着东亚的中原文明和西方的罗马文明兴起 中亚成为了东西方贸易的据点而繁荣 苏特人发明的苏特字母逐渐发扬光大 公元五至六世纪时期 南北朝到隋朝 崛起于蒙古高原的突厥人 建立了强大的突厥韩国 此时的突厥韩国 没有自己的文字 公元七世纪时期 突厥韩国在唐朝的打击下 退出蒙古高原 突厥的各个部落 纷纷西迁至中亚草原地区 西迁的突厥部落 在蚕食了苏特人的地盘时 学习了苏特字母的基础上 用苏特字母拼写突厥语 随着突厥人离开了蒙古高原地区 中国北方被其他游牧民族所取代 其中 铁乐人成为了其中 较为强大的一致 公元八世纪时期 起源于蒙古高原的铁乐部落的一支回湖人 视为维吾尔人的祖先 淮仁可汗联合唐朝击败后突厥 统一北方草原铁乐诸部 在蒙古高原建立其回湖韩国 744年至840年 回湖韩国主要发展同中亚的苏特人贸易 受苏特文化的影响 回湖人开始采用苏特字母来拼写自己的语言回湖语 古为乌尔语 并最终形成了回湖字母 在欧亚大陆的另一段 希里尔字母诞生的时间稍晚于回湖字母 根据欧洲史记记载 希里尔字母的诞生跟希腊有着密切关系 希腊字母产生于公元前800年左右 罗马人使用的拉丁字母产生于公元前400年 公元前一世纪时期 罗马帝国灭亡了希腊国家 拉丁语逐渐占据了强势地位 希腊语暂时被拉丁语压制 拉丁字母在欧洲使用范围逐渐超过了希腊字母 公元395年 罗马帝国一分为二 当时的希腊是东罗马帝国的底盘 东罗马帝国的文字起初是拉丁语 后来随着西罗马的灭亡476 罗马的拉丁文和逐渐示威 希腊语逐渐取代拉丁语 从公元6至9世纪时期 东罗马帝国不断向东欧平原 巴尔干半岛北部传播基督教 当时基督教尚未分立为东正教和天主教 东罗马帝国东部地区主要是斯拉夫国家 因此 希腊文化对于很多斯拉夫国家产生了影响 其中重要影响就是文字的产生 公元90世纪时期 来自东罗马帝国的传教士圣希利尔和美多德兄弟 在斯拉夫国家保加利亚的作用鞠躬至尾 为基督教在斯拉夫国家的传播做出了贡献 圣希利尔兄弟的门徒处于方便传播基督教的需要 在原有的希腊文字母基础上发明了新的字母 为了致敬先贤圣希利尔兄弟 该字母也被叫做希利尔字母 希利尔字母随着保加利亚传播到南斯拉夫国家塞尔维亚 以及东斯拉夫国家基辅罗斯 逐渐被基辅罗斯公国所采用 希利尔字母成为了诸多斯拉夫国家采用的字母 巴尔干半岛和东欧平原采用了希利尔字母的同时 中国北方则进入唐朝末期和五代诗国时期 回湖韩国北叶尼塞河部落坚昆灭亡后 先席至图鲁藩盆地建立高昌回湖国 中国北方的蒙古高原和西北地区 被多个游牧民族轮番占据 受回谷文化影响 中国北方民族语言文字均采用了回湖字母 蒙古族亦不例外 从十世纪初到十二世纪时期 蒙古人依然处于原始部落末期 主要居住在蒙古高原东北部湖伦贝尔大草原 实力较弱 当时中国北方主要建立了辽国和金国 蒙古人长期处于辽国和金国的控制之下 而且蒙古人内部的各师族之间蒸发不断 公元十二世纪末 杰出将领成吉思汗 统一了蒙古各部落 逐渐建立起强大的蒙古人国家 及蒙古帝国的前身 蒙古人虽然有了自己的语言 但当时的蒙古语主要停留在口头表达 没有自己的文字 如何确立自己的文字成为成吉思汗以及蒙古部落的当务之急 成吉思汗之初 蒙古部落和高昌回谷国并不接壤 公元12004年 蒙古消灭了蒙古高原西部的乃蛮部落 乃蛮部落的消亡使得蒙古和回湖接壤 回湖字母成为了蒙古借鉴的对象 成吉思汗在和乃蛮部落作战时 俘获了当地的国师威武维吾尔人的前身 学者塔塔统阿 塔塔统阿被俘后依然守护着乃蛮的隐姓 塔塔统阿忠于国家的行为得到了成吉思汗的家许 加上他有着丰富的学识 因此 成吉思汗将蒙古文书的重任交给了塔塔统阿 塔塔统阿的帮助下 用回湖字母拼写蒙古文 蒙古文有了自己的书写方式 回湖蒙文被视为是蒙古语的开头 公元十三世纪之后 蒙古帝国开始了向西扩张的步伐 相继征服了中亚地区甚至是东欧地区 建立了四个韩国 基辅罗斯被蒙古帝国所灭 蒙古帝国不仅向西扩张 也不断向南扩张统一中国 以271年蒙古第五位可汗忽必烈将国民更名为援 以279年 原灭亡南宋统一了中国 建立了元朝 元朝将西域、青海等地纳入了中国版图 除了元朝之外 蒙古帝国将其占领的土地分为金帐 查个台和伊犁三个韩国 其中 东斯拉夫人长期被金帐韩国所统治 但罗斯人、东斯拉夫人 依然保留了自治权 元朝统一中国时期使用的官方蒙文 并不是塔塔统阿创立的蒙文 而是忽必烈命令国师八四八令至八四八字 蒙古帝国已经分裂为大元和四大韩国 而且各个韩国各自为政 互不隶属 因此八四八字一直只有元朝采用 并主要用作为汉字标音符号 元朝时期 八四八蒙文虽然作为官方文字使用 但其在蒙古作的普及程度 依然不如回虎蒙文 回虎蒙文被创立后 更是被用来制作了大量的金石碑刻 钱币、印章等物品 展示了蒙古韩国 以及蒙古帝国时期的辉煌与荣耀 元朝在中国统治持续不到百年 印368年 元朝被朱元璋所灭 蒙古贵族逃回到蒙古高原 元朝被明朝取代后 八四八蒙文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八四八蒙文退出 回虎蒙文占据蒙古高原的主导 元朝灭亡后 蒙古部落散落在中国的蒙古高原 青藏高原 西域各地 这些地区的名字多数来自蒙古语 与此同时 蒙古帝国的金掌韩国 被与基辅罗斯的统治逐渐走向把解 已经480年 金掌韩国统治下的莫斯科公国打败了蒙古统治者 1547年 莫斯科公国统一了东欧的罗斯诸国 建立了强大的沙皇俄国 此时 使用西里尔字母的南斯拉夫国家 塞尔维亚 保加利亚 被奥斯曼帝国所占领 俄国成为了西里尔字母使用的国家中 实力最强劲的一帜 因此 西里尔字母逐渐被称为俄语字母 和俄罗斯文化画上了等号 此时的蒙古部落 虽然走向衰落 无法重塑蒙古帝国的光芒 但回湖蒙古语 影响了其他中国北方的民族语言文字的形成 16世纪末 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女真人 满族前身 建立后金政权 1636年 第二代汉王皇台籍 在回湖史蒙文基础上 创制了满文拼写方式 并将其作为官方文字使用 此时 大漠北方最强大的民族 依然是蒙古族 满族能够发展壮大 与满蒙联姻 惠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与满族贵族联姻的蒙古 被称为内属蒙古 即蒙古八旗 位于满洲贵族联姻的蒙古 即外藩蒙古 主要分布在蒙古高原 以及西域 青海一带 从1644年到18世纪 清政府征服了外藩蒙古诸部 蒙古高原全境在中国版图 清朝统一蒙古高原时 在刚刚归顺的外藩蒙古 设置扎萨克进行惯例 外藩蒙古 按照戈壁沙漠南北的分布 被划分为内外扎萨克蒙古 墨北蒙古 和内扎萨克蒙古 墨南蒙古 两部分 内扎萨克蒙古 位于戈壁沙漠以南 即墨南蒙古 墨南蒙古 占据着土壤肥沃 水草丰富的地区 人口增长较快 对清廷的向心力较强 外扎萨克蒙古所辖的地区 位于戈壁沙漠以北 即墨北蒙古 墨北蒙古 所在的地区 远离行政中心 对于清廷的向心力较弱 独立意愿较强 无论是内扎萨克蒙古 还是外扎萨克蒙古 使用的语言 都是传统蒙文 即回古蒙文 清廷统一蒙古高原之时 其北方却面临着斯拉夫人国家 沙皇俄国的入侵 沙俄历史上 曾经是经账韩国的一部分 16世纪完成统一后 沙俄开启了开挂模式 通过不断的东征 吞并了西伯利亚地区的大部分领土 沙俄的土地 从东欧平原扩展到中国北方 并与蒙古族接壤 俄国一直寄于中国北方领土 1653年 至1689年的亚克萨之战 俄国被清军打败 然而 沙俄意图吞并中国北方领土 并没有就此消沉 俄国扶持外蒙古分离势力 试图在中俄边境制造缓冲地带 19世纪40年代 随着清朝衰落 俄国卷土重来 入侵中国北方 从19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 俄国通过不平等条约 搁占中国北方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然而 俄国的野心并不局限于此 俄国为了在中俄之间设立缓冲区 利用外蒙古人 对于清廷归属感不强 多次策动外扎萨克蒙古 取得更大的自主权 甚至独立 1911年 中国爆发辛亥革命 清廷的统治摇摇欲坠 这给了外蒙古独立的契机 外扎萨克蒙古的贵族 吐谢图汉部亲王 杭达·多尔基认为 此时已经时机成熟 干脆宣布独立 民国成立之初 政权掌握在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者手里 1912年 为了稳定国内政局需要 孙中山让位北洋军阀政府 此后 北洋军阀多次出兵外蒙古 北洋军阀进攻外蒙古 引起俄国干涉 1915年 中俄盟签署 下课图条约 蒙古名义上属于中国 实际脱离中国的控制 当时 蒙古的传统文字 依然用回乎字母拼写 1917年 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后 建立苏维埃政权 为了稳固国内局势 苏俄退出了外蒙古 中国于1918年 收复了外蒙古地区 随着苏俄国内局势的稳定 苏俄重新染指外蒙古 1924年 外蒙古在苏俄的支持下 建立蒙古人民共和国 外蒙古事实上脱离了中华民国的控制 虽然外蒙古没有加入苏联 但成为了苏联的附属国 俄语在蒙古普及 西里尔字母也被上层社会使用拼写蒙古文 除此之外 世界上适用范围更广的拉丁字母 也被一部分蒙古贵族所采用 1930年代 苏联忙于国内的经济建设 暂时放松了对蒙古的控制 蒙古国内就使用拉丁字母 西里尔字母还是传统回湖字母 一直争执不下 1941年3月25日 日本扩大二战 威胁到外蒙古地区 苏联决心加强对外蒙古的控制 随着苏联势力的回归 蒙古领导人出台了新的文字决议 宣称拉丁蒙古文拼写上 无法涵盖蒙古文的所有发音 西里尔蒙古文更适合蒙古人 决定不以拉丁字母而以西里尔字母为基础 创制新文字 就这样 西里尔字母成为了外蒙古地区流行的字母 1945年1月 出于争取苏联对日作战的需要 英、美、苏签署了涉及中国主权问题的亚尔塔协定 规定外蒙古维持现状 1945年10月 在苏联的支持下 外蒙古人口75万进行独立公投 结果98.5%支持独立 1946年1月 国民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 蒙古独立后 于1946年1月1日 宣布使用西里尔字母拼写蒙古文字 与传统蒙古文字相比 西里尔字母拼写在当时有很多优势 回湖字母拼写是树排拼写 导致空隙较大 实用的纸张较多 西里尔字母是世界横排拼写字母 横排的西里尔字母空隙较小 相比于比树排的回湖字母 西里尔字母书写可以节省很多纸张 西里尔字母的另一个效果就是扫盲效果明显 到20世纪60年代 蒙古的十字率从之前的2%左右增长到97%以上 极大促进了蒙古现代文化的发展 蒙古独立后 苏联对蒙古进行了全方位的帮助 从落后的农牧业国家变成了牧业 矿业并重的国家 1961年 在苏联的支持下 蒙古进入联合国 蒙古更是奉行全面亲苏外交 俄语成为了蒙古国必修外语 俄语节目 俄语公共频道被蒙古人所喜爱 全民使用西里尔字母 可以方便蒙古居民学习俄语 这一切都是苏联以及其主导的俄罗斯文化 在蒙古发展的体现 蒙古和苏联的特殊关系 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 1991年 苏联解体 苏联解体后 其主体国家俄罗斯取代了苏联的地位 随着苏联解体 蒙古摆脱了苏联的控制 蒙古的国家政治体制 采取了全新的议会制 国家大呼拉尔 国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 蒙古改变了过去的政党制度 实行多党制 其国民从蒙古更名为蒙古国 随着俄罗斯的示威 蒙古逐渐转变了过去为俄马首实战的外交政策 而是在和中俄保持适当距离的情况下 奉行独立的外交政策 蒙古也逐渐去除俄罗斯文化影响 苏联解体后 俄语不再是蒙古国必修外语 2003年 英语取代俄语成为了蒙古国学生的必修外语 俄语节目和俄语频道不再是蒙古国居民的首选 取而代之的是包括韩国文化在内的其他国家的文化 此时的蒙古国开始寻求自己的民族和文化认同 20世纪90年代之后 蒙古民族主义思潮涌动 蒙古国不断标榜自己是蒙古正统 蒙古帝国的缔造者成吉思汗成为了蒙古国的精神图腾 然而成吉思汗设立的传统蒙文 在中国内蒙古地区使用更广 蒙古国使用的蒙文 使用带有俄罗斯元素的西里尔字母拼写 这与蒙古国标榜 蒙古正统 极端不符 为了彰显自己正统 蒙古国计划逐步使用传统的蒙文 取代西里尔字母拼写的蒙文 1990年 蒙古国部长会议做出了 关于组织全民学习传统文字的活动的决议 该决议号召蒙古国放弃西里尔文字 全民改用传统蒙文 然而 受历史上扫盲运动的影响 西里尔字母在蒙古国有着十分重要的群众基础 此外 20世纪90年代 蒙古国刚刚经历经济转型的阵统 蒙古国陷入到国民经济的深度衰退之中 全面改革文字成本使当时经历经济深度衰退的蒙古国难以承受之重 因此 蒙古国全面使用回护蒙文的行动并没有落实 第一次恢复传统文化改革方案受阻 并没有改变蒙古逐渐恢复自己传统文化的决心 鉴于西里尔字母在蒙古全国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全面废除西里尔字母使用回护字母成本过高 因此 蒙古采用了循序渐进的方式 即在蒙古国的政府部门先实行恢复传统网文 然后逐步推广到民间 2008年 蒙古国政府颁布了2008年至2015年 蒙古文字国家计划二 蒙古政府向教育文化科学部等部门下达任务 要求在政府部门恢复和扩大回护式蒙古文的使用 2010年 蒙古时任总统俄勒贝戈道尔吉颁布法令 规定蒙古国的一切外交活动使用回护蒙文书写 此外 包括出生及结婚证明 各级教育机构颁发的相关证件 毕业证书等与蒙古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证件 必须同时使用回护蒙古文和西里尔蒙古文并用 在这一法令的推动下 蒙古国政府开启了全面恢复传统蒙文 而且蒙古国全国的政府办公文件 出现了两种蒙古文并存的情况 但由于蒙古国使用西里尔字母长达70年之久 普通人使用西里尔字母的频率依然高于回护字母 因此民间短时间内难以用回护蒙文取代西里尔蒙文 进入信息化时代以来 电脑数项排版问题 也是蒙古国恢复传统蒙文的一个重大考验 在蒙古政府的不懈努力下 电脑已经可以解决传统蒙文的数项排版问题 2020年3月 蒙古国正式通过蒙古文字大纲 决定在2025年学历传统回护时蒙古文 回护字母拼写的官方文字地位 根据这一要求 国家公务活动以及新闻活动都要两种拼写方式并用 为了进一步推动传统蒙文的地位 蒙古国在信息网络平台也下了很大功夫 蒙古国政府要求该国国家通信技术部门 着手解决互联网环境中 无障碍使用蒙古文国籍标准码问题 加快建设公民及法人代表双文数据库等措施 着力解决恢复传统蒙文面临的技术性难题 希里尔蒙文的全面采用是俄罗斯文化 在蒙古大下的烙印 回呼蒙文是蒙古族的传统文字 虽然希里尔字母的使用范围 依然高于传统的回呼字母 使得文字改革的难度巨大 但蒙古国持续地进行文字改革 恰恰是其对于本国文化的重新审视的体现 也是该国未来国家战略发展的重要一步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